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亚鲁科维奇于2010年2月25日当选了乌克兰总统 任其5年,于2014年2月22日,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 于是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罢免了亚鲁科维奇总统的职务 并修改了乌克兰宪法 同时宣布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然而,最终乌克兰前总统亚鲁科维奇流亡俄罗斯 由波罗申科当选了新总统 早在20世纪80多年前 当时的苏联政府便看上了蒂涅伯河畔这块景致绝佳的森林高地 于是就在这里开始修建领导人的别墅 但这里的所有资产始终归为国有 这豪华庄园曾经是州政府的官邸 亚鲁科维奇在2002年搬进来之后 到2007年时,这个庄园竟然魔术般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私材 这个宫殿实在是太大了 整个庄园占地面积137公顷 大约比川普的海湖庄园大137倍 而且里边收藏着各种豪华名车 是海湖庄园所没有的 如果您在亚鲁科维奇庄园中走上一圈的话 必须要有长跑运动员或近走运动员的体力才行 就是开着电动车转一转 绕着这个庄园的地涅薄河沿岸密林间兜一圈的话 大约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庄园内设施完备奢靡、豪华、亭台楼阁 鲜花草坪、湖光山色、名贵树种掩映 占地面积相当于摩纳哥一半大小 里边有完备的现代化设施和乳牛牧场 珍稀动物园 还有人工湖、高尔夫球场、码头和直升机停机坪 游艇、别墅 还有一旦发生战事或其他不测时 还有地下秘密通道 可以说样样俱全 设想得非常周到 这还不说 庄园里还有着名贵文物博物馆 里边收藏着大量的古董名车 连水龙头和马桶都是镀金的 金光闪闪耀眼夺目 亚鲁克维奇的腹底里 还有很多名贵的油画 以及重达两公斤的纯金面包和名贵的老爷车收藏品等等 令人惊奇的是亚鲁克维奇的私人车库 里面收藏的几乎都是前苏联时期流行的 如吉尔、海鸥、吉姆和福尔加等所有豪车 几乎囊括全套的苏联轻行轿车、吉普车和载重车 如同苏联的豪华汽车博物馆一样 除此之外 亚鲁克维奇父子还在德国的汽车博物馆 收藏了德国产的霍西、1934年产的福特、1950年产的劳斯莱斯以及宾利等名车 总价超过1500万美元 亚鲁克维奇不是像川普那样出生于富豪家庭 他只是平民出生 生于顿涅茨克州的耶纳基耶卧室 他的白额裔父亲是一名铁路机车操作员 母亲是额裔护士 都是辛苦的工薪阶层 而不幸的是 他两岁那年母亲离世 之后他与祖母相依为命 亚鲁克维奇本人 刚入社会开始并没有赚多少钱 而且还不务正业 参与过打架斗殴 他于1968年和1970年分别因犯抢劫及伤人罪而被判入狱 看来之后的亚鲁克维奇是金盆洗手了 离开了江湖的打打杀杀 1972年亚鲁克维奇当上了巴士公司的电工 还在1980年考入顿涅茨克理工学院取得了机械工程学位 之后开始当上了小头目 被委派出任叶纳基耶沃一家运输公司的总经理 后来受苏俄共产主义思潮影响 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从此以后 他开始了政治生涯 1996年8月初 他获委任为顿涅茨克州副州长 一年5月14日出任该州州长 同时于1999年5月至2001年5月间 出任顿涅茨克州议会主席 2001年他通过类似于中国大陆中共官员的在职进修 拿到了乌克兰外贸学院国际法硕士学位 他觉得学识不够恐怕影响仕途 就又拿到了理学博士学位及教授资格 这下他觉得万事俱备 开始问鼎总统选举了 于是在2004年参加总统选举 他为了表白自己 声称自己曾经涉及的抢劫及伤人罪两起案件 已经在1978年获判无罪 但并未出示有关文件证明 就这样2006年8月5日 他在被选举质疑的操控情况下 当上了总理 至2010年2月又当选了乌克兰总统 然而作为总统的亚努科维奇 年薪也不过近10万美元 如此宫殿式的豪宅设施和收藏 哪来着这么多钱呢 在北美如此大的私人占地面积 光光是每年要支付的地税和维护费 都是一笔不菲的数字了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 执政后 由于亚努科维奇疏远欧洲 亲近俄罗斯 并拒绝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进而引发了乌克兰政治危机 2013年底 反对派发起大规模示威 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 开始时 亚努科维奇曾试图动用军警平息民众抗议 但未收效 于2014年2月 乌克兰民众再度抗议达到高潮 抗议民众冒着亚努科维奇总统府前 阿扎罗夫 前财政部长克洛伯夫等人 因为涉嫌贪污 挪用公共财产等罪名 被国际刑事组织下达了全球红色通缉令 现在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俄罗斯占领乌克兰 他们就能重回以往的日子 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 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进攻 2022年3月2日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乌克兰情报部门分析 亚努科维奇在此期间 身处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原本俄罗斯打算在俄罗斯军队控制基辅之后 宣布亚努科维奇为乌克兰总统 然而 依现况来看 亚努科维奇等人最担心的是 普京会下台 俄罗斯一旦变天 他们就会被神之以法 自从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出逃俄罗斯之后 整个这座庄园豪宅设施等 都被收归为乌克兰国有 如同国家公园一样 工人们旅游观光游乐 在亚努科维奇当政时 这座庄园是极为神秘的 除了他极少数的亲友 可以获得恩准 进来走走 逛逛 几乎没有其他人 能涉足这座神秘的庄园 多数人们能通过卫星照片 看到庄园里 有高尔夫球场和停机坪 然而只能望洋心探 多年来 许多记者都想爆料一点 关于庄园内部的情况 但都徒劳往返 甚至有的记者 一直尝试各种办法 潜入拍摄 也都以失败告终 有人甚至还因此 被庄园的保安一顿痛殴 落得是趁幸而来 败幸而归 然而今日 现在人们随意可以 进入游览观光 真是来之不易啊 该庄园的地理位置 气候也比较温暖 所以尽管是在冬季 落满积雪的庄园里 也有飞来的野鸭和天鹅 在人工湖里悠游细水 庄园中许多路边和建筑物旁 都点缀着一些古典雕塑 微波荡漾的湖面 还飘荡着仿制的海盗船和船只 在2015年 曾有英国BBC记者 对长生在俄罗斯的亚鲁科维奇 进行了一次专访 请他谈一下 关于他在乌克兰的宫殿和庄园的情况 他试图通过镜头 向外界辩解表白自己 他说 630平方米的房子 是我花自己的钱买的 我申报过了 其实在西方 最值钱的就是占地面积 房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亚鲁科维奇的宫殿设施 占地面积和收藏品的价值 那是你亚鲁科维奇能买得起的吗 记者问 那价值170万欧元的木料家具 也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亚鲁科维奇回答说 那不是我买的 从来都不属于我的 记者问 那动物园里的鸵鸟呢 亚鲁科维奇答道 保护动物有什么错 我只是喂养它们 何错只有 它们本来就栖息在那附近 我总不能捂着眼睛 假装看不到吧 记者又问 你家附近有野生鸵鸟吗 此时 亚鲁科维奇就没有再做更多的访谈回答了 现在这座豪华庄园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游玩 这里似乎成了这个国家反腐教育的最好场所了 2017年6月底 基辅奥伯隆区法院开始审理亚鲁科维奇判国案 这是乌克兰新政府在2014年政变上台后 针对前总统提起的多个刑事诉讼之一 检方要求针对该项罪名判处亚鲁科维奇有期徒刑15年 其实亚鲁科维奇还有一项罪名 就是他引狼入室 造成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 亚鲁科维奇曾在2014年4月2日 在俄罗斯城市罗斯托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是他自己请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兵保护乌克兰公民的生命安全 当时他显得很后悔 认为克里米亚还是应该回归乌克兰的 亚鲁科维奇日前在一份声明中批评了波罗申科 但他对泽连斯基进行赞扬 他也将帮助泽连斯基团结更多乌克兰人 但是泽连斯基会信任这个通缉犯吗 乌克兰人也绝不会接纳被他们赶跑的腐败总统吧 特别是现在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受挫的情况下 躲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鲁科维奇 以及前总理阿扎罗夫 前财政部长克洛伯夫等人 也是惶惶不可终日 这也没办法 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 好 关于乌克兰前总统神秘宫殿庄园的话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